这沈慧红支持周玉寇 这个是台湾非常正义光明的事啊 蓝白阵营的操作周玉寇由她自己解读 而且身为主持人当然得力挺来宾 只是看看沈慧红表情似乎有些尴尬 因为周玉寇连日来狂开地图炮 两人受访同时周玉寇的炮火更是没停过 马英九更别讲 现在整容整得那么丑还好意思出来见人 你还叫马叫讲万案去告我 你自己呢当年你说我这个媒体怎么样怎么样 当年上我节目上过多少次 从马英九柯文哲呛到黄国昌 因为这些人最近都骂了周玉寇 马英九甚至还说媒体界应该要开除他 毕竟周玉寇为质疑讲万案绅士 还在政论节目上讨论讲笑言绯闻 这也让连胜文替讲万案爆去 这位大审本身就曾经是 台湾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不伦事件的参与者 连胜文口中的不伦事件是24年前 当时媒体报导的周玉寇和已婚的黄艺焦 以及何丽玲的三角链 事后周玉寇和何丽玲讲好躲在何的衣柜 偷听何黄两人对话 没想到听到黄艺焦说自己是沙皮狗 让他气到冲出衣柜 只是周玉寇在自己的政论节目上 胡乱揭发他人隐私乌龙爆料 现在被认为难道没公起私用 对于相关广播电视媒体种种的规范 都有相关的法令 依相关规范进行就可以 对于周玉寇行径苏珍昌轻描淡写 但NCC透露有接获一件检举 也提醒相关业者制播新闻及评论时 要注意查证和公平原则 TVBS新闻李国正确换柔 台湾报道